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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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前刚认识的时候她很温柔 现在她只想她自己的事情 我怎么做都不对 而且她还处处地埋怨我 疏落我 我真的很珍惜这段感情 跟她沟通过 交流过 但她根本就不会理会我 为什么我们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 我真的好想回到最开始的时候 那个时候我们很幸福 原来我们无话不说 到现在一句话都没有 每次吵完架就找不到人 她总说她是个男人 不应该被女生管着 难道我不管她 我们就能继续了吗 究竟是什么影响了我们的情感 这是嘉宾朋友的提问 问谁 问的是我们的老师们 这个他们会知道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掌声有请 男嘉宾小猪 23岁 来自黑东江是一名模特儿 女嘉宾小林二开二岁 来自山东是一名讲师 来 有请有请两位 有请 欢迎两位 谁想问我们的情感究竟怎么了 是我 她和以前我高生的时候变了很多 你们认识多久了 到现在应该是两年半了吧 你变了是吗 我觉得我没变 你觉得她哪变了 高生的时候她特别温柔 温柔 什么事都特别体贴 就是你有时候特别累吧 她懂你的意思 她现在就是有些特别霸道 蛮后不讲理 什么事你都跟她说不通 您能给我举个例子吗 就是我做完活动回来 已经停晚了很累 回到家之后 她说她想吃榴莲酥 让我去给她买 我又去给她买吧 然后她就说算了你别去了 我也是挺无语的 她当时不是这样说的 就是那一天中午我给她打电话 我问她亲爱的 你今天晚上回来吃饭吗 她说吃你等着我 然后到了七点多了 我又给她打电话 你回来吗 她说当然回来 结果我就一下子等到了 将近十点钟 我还没吃饭呢 结果她十点多回来 我说我很饿 你去买个榴莲酥给我吃吧 然后她那个态度就特别不好 我当时我就特别烦 那你别去了 我就说 结果她当真了 我确实是挺累的 我也很累啊 你考虑过我了吗 当时然后她说让我不去的 我肯定我也蛮累的 然后我就我就躺下了 躺下了 然后去过一会睡觉 她躺下在干嘛 她躺下在玩手机 然后我就很生气 在玩游戏 我躺下我睡不着 肯定我开一会儿手机 她又不理我 你知道吗 我为什么要理你啊 我让你干嘛 你都不干嘛 我饿了你都不给我买吃的 我等到你十点 好好好 我来问几个问题啊 年轻人啊 你回去十点钟回去 通知她没有 说我今天要回去的很晚 要到十点 我跟她说过 我说我今天做活动 我很晚回去要 快十点了你才这么说的 关键是我一直在活动 我也没法拿手机啊 毕竟 那你不能说实话吗 你就让我自己去吃就行了 这种多人 我要赶快跟你说完这个事 我赶快要去工作 你真的那么老实啊 六点多饿了 不自己先脸吧点 我每一次都被她骗到感觉 就是非常 对 你都被她骗了很多次了 那这一次就不应该再被骗啊 自己脸不点不就完了吗 但是她又说你等我呀 你等她没问题 她脾气特别不好 你自己先吃点榴脸 我吃了 她晚上回来发现没饭吃 她就说 我不是让你等我吗 你们不是天生也没饭吃 要出去吃吗 其实那天我也没有吃饭 那是特别累 我吃不下去 我也没想到 我以为她吃了 所以核心问题是 如果愿意吵架 什么事都能吵 不愿意吵架 什么事都吵不起来 所以主要 往下说吧 还有别的吗 就是那次我能下班工作完 又下班工作完 我给你打电话 打电话 她说让我去接她 我去了之后 她地方蛮远的 叫个车软件 都得个五六十公里 然后我叫车去了 五六十公里 对 五六十公里远 特别远的路 我的天哪 然后我叫车去了 去了之后 再等了半天没有人 你知道吗 没有人让我给你打电话 我说你在哪儿呢 我没看着你 她说那个 我已经回去了 就是耍人 你知道吗 感觉 特别难受 为什么 就有一个多星期 她没去接我了 然后刚好她那天 打电话跟我说 她说你下班了吗 要不我去接你吧 我以为她又是说着玩一玩 她总是这样 说这种话嘛 然后我就跟她打电话 我说行啊 我还没下班 你来接我吧 我想试探一下 她还爱不爱我 就想试探一下 没别的意思 但那个时候 我已经走了 然后她开始走了 我打电话给她 我说你到哪儿了 她说我接着到了 你等着我 但我已经回去 我说你回来吧 我快到家了 然后她说 你怎么不等我呀 就很生气那种 我说算了 你来家里说吧 她就不爽了 到家以后 劈头盖脸的 就给我一顿骂 你就说我跟她 你试出来了吗 她爱你吗 那个时候 我觉得她爱我 我有点对不起她 但她特不给我面子 你说她一个星星没陪我 就我找我好姐妹 来我家聚一聚嘛 我也不能跟人家 冷脸相对 是不是 我肯定要跟别人 笑呵呵地一起玩啊 她就说 你就是为了耍我 然后笑呵呵地 看我笑话是吗 她直接当着我姐妹的面 把手机给摔了 而且摔手机 还不是一次两次 经常摔手机啊 也不是 我没有经常摔手机 还有收到这个钱 就是摔手机 我不是心疼吗 她摔碎了屏 后来摔的直接 那个线路板都坏了 我给她买了一个便宜的手机 她居然嫌不好 就扔了 没有 其实怎么回事 我手机 你是不是嫌弃那个手机 我手机当时怎么回事 当时我穿这个兜里吧 当时我一生气 我脾气比较冲 她不给人机会 我跟她讲话 就跟正方便方 正方便方似的 我好好跟你讲这些事情 她就来各种怼我 当我一生气 其实我手机没放好 一出来我一跺脚 她只好吊上 然后碎了 我拿起来之后 一看碎了 她一朝我皮里头盖脸一顿说 当时我也火了 我一朝她 我俩人就是 真的 她说骗手机 你骗手机 当时我没有给她扔 我只是给放 这么甩床上了而已 甩床上就烂了 多大的力气甩床上会烂 得问床 也得问手机 汤萨肯定答不出来 我也答不出来 这个还有别的事吗 她是一个特别幼稚的男生 幼稚 总爱离家出走 去网吧 我也不知道 我是怎么着她了 一句话说不了 她也特别不开心 我作为她女朋友 查一下岗 我觉得很正常 然后我就让她 发个视频给我 一下午都没视频 我就特别着急 晚上回来到家 我就说我看你手机 今天都干嘛了 她说还能干嘛呀 我说我看一下看一下 她又把手机摔了 我就跟她吵架 手机摔了 没有摔手机 她就摔碗 然后我家那个碗 就直接跑到厨房去摔 我就跟她一起摔 你们俩对着摔 哎呀呀呀 别别别 我不舍得摔手机 后来她就直接摔门走了 半夜两点多了 就根本不心疼我 第二天要上班 然后我就去网吧找她呀 我家附近有六个网吧 我就挨个挨个地找 网吧有两层楼 一个座一个座找 找到她 她就跟我吵 事情不是她说这样 那老板 你先别说话 那老板最后都说 哎呀你们出去吧出去吧 我当时觉得特别丢脸 就那么多人都看着呢 我在做活动 我可能掏手机来 给录视频摸摸搭 可能吗 那你开始 我让你发一个视频 你咋不发呀 我哪有时间啊 你非得在我那个什么时候 就在我做活动的时候 她说的重点不是说查岗 她在这个事件的里面 重点说的 你一生气就离家出走去网吧 你回应为什么一生气就离家出走 回家之后 她那个吵我一顿怼我 然后不给那个别人说话的机会 然后她就是她先摔的 不说话你就别说了呗 她摔完 摔完之后然后骂我 说你滚啊 让我滚 我脾气也大 那我走 那我又不忍心 她是让你滚 你干嘛走呢 然后反正一吵架 就去网吧是吧 不是别地方 没地方去 我就有一次打电话给她妈 我就像个男生一样 她就像个女生 我就打电话求她 求和回家呀 这么晚了折腾什么 睡觉 我那手机掉电特别快 60%多掉了9% 然后当时我想 完了如果再没电 我真找不到她了 她就蹲了往外门口 没拿钱 那个老板不让进 就蹲在那儿 我回去把她领回去的 还有 有一次她去上班 说是签合同 然后最后我给她打电话 是个女的接的 说是她的客户 我就特别来气这个事 我就脾气一冲 把她客户给骂了 然后骂了以后 她那单子就黄了 黄了以后一直怨我 你说她自己没本是吧 还怨我给她搅黄了 我能不怨她吗 这是老客户了 我做这种活动 就需要老客户 我去咖啡厅 我俩当时坐着 坐着然后点杯饮料 我喝那个 我点了杯凉的 然后喝了肚痛 肚痛我手机没拿 我放桌子上我就走了 她连续给我打了十多个电话 你知道吗 然后当时我客户 她肯定以为有什么急事 你知道吗 那客户她认识 只要我还是领她见过 我就是因为认识我才担心 她见过 然后客户接电话 什么关系 接着她有皮头盖脸 传人一顿骂 骂得很难听 这边 哎呦 然后接着人家这个单子 就没有给我 强调一下 强调一下那个 就那个女人接电话的语气 喂 怎么了 然后我就特别来火 我说你谁啊 我就这样 哎 公角问你一个问题啊 你是不是觉得这小子 有很多女人应该特喜欢他 是 我没有什么 其实我 就是你一心想他 是吧 女生他还有什么不好啊 你再接着说 听听 他就是特别想证明自己 那挺好的 证明自己又努力啊 不是 他总是要跟我比 他之所以跟我吵架 我觉得他就想吵赢我 他出去接那么多活动 把自己搞得很累 也是想证明他有可能 挣钱比我多 就这样 想找回自己家庭地位 看来他在他们家 真没什么地位啊 你把谁挣的钱多 他 挣很多吗 比你多很多吗 多 多几 差不多吧 差不多是差多少啊 差几千 几千呢 九千九是差啊 一千也是差啊 好几千吧 这大几千还是小几千啊 大点 那可不就是 差几千块钱的事吧 你嫌他没本事 是不是 他没有嫌他没本事 不嫌他 你看 我还多心了 钱不是问题 他在这说嫌我没本事 但是他平时跟我说话 那个态度上 就是特别难听 我一点尊严地位都没有 尊严地位啊 就是冬天嘛 然后做到活动 然后把羽绒脱了 然后让缝凑了一下当时 然后回垃圾家之后 特别痒 脑哪地方呢 那地方就是全都肿起来了 有点过敏了 然后肚子还痛 当时我就特别害怕 当时我说 你陪我去上医院吧 然后他当时不理我 然后光淘宝 你是这样的吗 你根本不是这样 他当时跟我说 我快不行了 咱们去医院吧 我想多大事 他都说快要不行 你还不陪他去 我陪他了 但是我明天有一个数值 我要写 就是搞剑演讲的 真的 当时 当时我就如果 眼睛特别痒毛 如果眼睛 眼力嘛肿得特别大 就跟蜜蜂蜂蜂蜂一样 特别难受 特别吓人当时 然后根本就不管我 过了一会儿 我感觉就是 稍微小点肿了 我感觉没这么吓人了 我就去愿意花钱 算了 你先别说话 能不能先听我讲一下 这个事情 就是他经常用一些 生病一类的理由来 打扰我 就来骗我 但是等我回过神来 他就该干嘛干嘛了 哦 淘宝那个事情嘛 嗯 其实我是有一个工作 然后要用那个 投影仪的那个笔 然后我就在那买 我就想买完了 跟他赶快去看看 结果刚买完 他就玩游戏呢 你说他刚说 他眼睛睁不开了 我哪是玩游戏当时 你没玩游戏 当时我是 那是过了多长时间了 我已经差不多了 但是我当时 我可以手是不是给你看了 当时是不是还有红种 然后他就是说我装 你说你难不难受 你前一秒说你快死了 接着就好了 我当时我气我就不打一出来 我还跟你上医院 人家撒个娇你不懂吗 反正我还是不能接受 这种方式跟我撒娇 哦 以前宝宝撒个娇 妈咪都关注是吧 哦 现在不关注了啊 其实我俩刚刚一起的时候 没有这样 我俩什么事都是很合得来 什么事我们俩都好好去说 后来 后来你就摔东西是吧 后来就是 他有点问题吧 我就是想那个 心灵气球跟他说 他就跟我玩辩论你知道吗 行明白了 问几个问题啊 你要娶他吗 我希望他也能改一下 你要娶他吗 要 你要嫁吗 再说吧 这是最说明问题的啊 刚才两位说的这个是实话吗 是 是心里话吗 是心里话 我信你 你说的是心里话吗 是 就是 就有一次他特别过分 哦 你说说 就是说 我们 你别过来 别过来 就有一次他特别过分 然后就吵起来了 哦 他就把 他就把我们家床头库上灯给拔了 啊 拔灯干嘛呀 我带着电 啊 就不小心吵起来了 啊 我就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火 把那个灯给拔了 哦 我当时特别害怕 拔出来了 对 带着电啊 还没关电 我就说你又本事就拔 然后他就把他给拔了 啊 你真拔了 拔了 行吧 老师们你们看怎么办吧 咱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一个小孩 想要爱的时候 通常会用 情绪来表达 但是爱 用你这样的方式 能够证明 能够得到吗 当你们发生争吵的时候 你会离家出走 这我听起来像一个中学生做的事情 成熟的男人应该是遇到问题 我们去面对 去解决 而不是跑 就两年多了 你有没有觉得自己活回去了 还不如当初遇到他的时候 觉得自己还是个大老爷们呢 我觉得你爱得太脆弱了 而正是可能 这种爱的方式 反而让你的心越来越远 其实解决爱的方式很简单啊 就是我们心中 是否时时刻刻都有的他 就是他真的生病了 你在意的是他生病 还是他的情绪 他真的晚归了 你在意的是他有没有给你带榴莲苏 还是他又一次失约 没有跟你出去吃饭 还是他饿着肚子 需要在家你给他做口饭吃 这些可以检验爱 可能你们相爱 但是爱得太浅薄 至于你们的爱的路能走多远 我并不是特别的看好 好 于老师 表面上看你们两个都很强势 但是仔细往下一看 你强势 他脾气大 我看到的越看越像 是母子关系 那边去网吧不回来了 找不回来 包括摔东西 发脾气 包括现场的哭 一哭二闹三伤掉 是一个孩子的状态 但是在他的心里面 他是不想离开你 也不会离开你 虽然可能外面诱惑很多 但是其实 从你们一上台到现在 我发现你们的争吵 争执都是一些 小的不能再小的事了 如果争吵 都是因为小事而争吵的话 那只能说明一个问题 两个人之间的感情 已经匮乏了 再走下去或发展下去的话 那就是敌我关系了 那问题的根源 到底什么地方呢 我发现两个人 在彼此沟通的时候 经常是误读对方的意思 尤其是当对方有情绪 或者自己有情绪的时候 你们就根本听不懂 对方的真正的意思 生活当中智慧 其实也没那么复杂 总结两句话 第一 有话慢慢说 第二句 有话小声说 仔细去聆听对方 真正的那份 良好动机的用意 其实我还是希望 你们两个能够稍稍调整自己 然后争取走在一起 好吗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胡老师 说着说着就哭了 这哭是好事 说明了还在乎 吵的时候想弄死对方 但是柔软的时候 又想把对方抱在怀里 就像男生一样 那上去先想抱一 住在一起很容易 要住一辈子很难 偶尔的一顿浪漫晚餐也很容易 天天都是家常饭也很难 离家出走很容易 但你要天天在家里守着一个人回来 这也挺难 所以不用气馁 很多人都会经过这样一个阶段 有的时候你们会在想 两个人在热恋的时候 为什么什么事情都可以有求必应 但为什么在热恋退去之后 每个人都自以为是 因为在恋爱的时候 你们看到的都是对方身上的优点 但是在一起生活之后 那是一个接受对方缺点的过程 你看对方的优点很容易 你用眼睛就可以了 长得帅 长得漂亮 但是要接受对方的缺点 这就很难 需要耐心和包容性 但是你们俩没有耐心 也没有包容性 他认为我是个男人 我不应该被约束 你认为我是个女人 你就应该围对我转 两个人都变得自以为是 所以才会产生 刚才所说的 彼此误读对方的行为和说法 其实有的时候 要引导对方缺点的时候 是要用脑的 爱情 虽然是一门艺术 但更多的时候 它是一种科学 你要学会去聆听对方想的是什么 一件事情犯了错误 惹得对方不高兴了 你就想想 下次我应该怎么办 要做到将心比心 女人要的是理解 男人要的是认可 这种理解当中包含 关心 体贴和安慰 男人要的认可包括了鼓励 赞美和信任 但你给了他信任吗 你没有 你也没有给他鼓励 你每次就特别想说一些刺激的他发狂的话 所以他才会去把他闭灯 我也鼓励过 但我不在意 你的鼓励是短暂的 你不能说我不在意 如果你跟一个男人说 你挣多少钱 我根本不在意 你以为他会理解成是一种宽慰吗 不会 他只会理解成 你不行 我挣钱就够了 不需要你挣 男人永远是需要被鼓励和赞美的 但我真不是那个意思 你不是那个意思 所以你要学啊 如果你要跟他处下去 如果你还知道流泪 那你就要改变了 你就要调整了 你不能说我就不调整 反正我没那意思 那就别跟他过谋 谁让你选择的那个人是他呢 而你有的时候 其实你去网吧找他也好 你发脾气也好 你不是说一定要恨他 没用 无能 你要的只是体贴安慰和关心而已 对不对 所以说男生你也是一样的 你与其流泪 你为什么不去想想 每次吵完架最后 对方要的到底是什么 反正我觉得你们彼此之间的这种相爱相杀和相虐 你们自己也挺难受的 你想找一种特别好的方式和距离 好好的过 但总是不得其法 找不到里面的原因 所以说不光要用心 还要用脑 两人在一起过一辈子 其实说的简单就是四个字 将心比心嘛 他哭的时候 你心里也难受 你伤心的时候 他也好过不到哪里去 那又何必呢 好吧 我还是祝你们幸福的 既然想在一起过 那就好好调整一下自己 好吧 他说他给你擦眼泪的时候 下次让他擦 听见没有 你也别用手去擦了 你可以用你的吻 把他的眼泪吻去嘛 好吧 祝你们幸福 谢谢 谢谢 我倒觉得你们先学会学习一下 有一个完整和独立的自己 所以你们下面要做一件特别简单的事情 就是问问自己 那一刻我的眼泪是为你留下 是为我自己留下 还是为一段感情留下 你们自己品味品味 眼泪中的滋味 你们就知道 你们是爱着对方 还是这段爱 其实已到尽头 接下来我们一起进入到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真情六十年》 我觉得吧 其实都是一些小事 然后咱们俩 这好几年已经过去了 我觉得咱俩应该是 越爱越深 我觉得有很多误会都是可以 我们俩可以解决的 我们俩可以 还是可以走在一起的 是吗 那你为什么一直埋怨我呢 直到今天在台上 你还是一个劲说我不好 我也不是说你不好的意思 我只是想把这个事情说出来 我觉得咱俩 把所有事情说出来 就多好了 不是没说过 不是没说过 说过对不对 你做到了吗 你一直以来说的都很好听 我确实脾气有点冲也是 然后既然听了各位老师意见 我也 我承认我有错误 再给我一次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我一直在给你机会 再给我一次机会 好 请亮灯啊 谢谢两位啊 不要争吵 听一听 静静想一想 请回吧两位 一对相处了两年半的恋人 发现彼此都发生了变化 变化最大的是他们的性格 来 请关门 在性格上 双方都认为 曾经的那个 懂自己的人变了 变得不懂自己了 甚至脾气变得更暴躁了 是人变了 还是一段感情让人变了呢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 请拿起你的手机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下载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进入到天津卫视的直播聊天室 边看边聊 直播过后也可以通过 天津FTV网络电视 或者万事达手机客户端 继续收看本期的节目内容 欢迎大家登陆 优酷网 腾讯视频 搜狐视频 爱奇艺 乐视视频 PPTV剧力 收看节目的完整视频 接下来看看 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在我的耳边对我说 我已经真的太久忘了 这种心动 哎 没走啊 舍不得走 你其实知道她跑不了对吧 不 我不知道 你一定知道 身体骗不了人是吧 那小眼睛一下就瞄过去了是吧 你完全没有那种 她会跑和害怕的样子 行了 就这样吧 你们俩接着虐吧 来 有请小花童 有请 哇 谢谢 谢谢 下去吧 戴着妹妹 来 见证属于她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谢谢你 可以相信我 这个位置谢谢 你放心 我的错 我会尽量改的 我希望我们以后可以一直在一起 我愿意和你在一起 我也想和你在一起 希望你也愿意和我在一起 谢谢 不想确定日期 那场幸福距离 海天满回忆 来 在爱里等着你 未来变得温暖清晰 在爱里全是你 思念我心态无法呼吸 爱本来就没什么逻辑 也许是你 这是今天这段情感的一个句号 希望可以是一段新的开始 未来怎么样 我们让生活去说话吧 祝她们能够找到属于她们的幸福 不再那么虐着 好了 来了解下一对嘉宾的基本情况 各位请看 我们在一起一年多了 虽然她对我很好 但是管得我也特别严 她不仅管我的交友 穿衣打扮 还有很多事情都管着我 一直这样 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继续下去 我果然呢 都是有原理能有必要的 我觉得她应该为我们以后的早想早想 如果她一直这么慢的话 我都不知道我们以后该怎么样了 能不能继续下去 我会洒脱 不让你看出我的 爱情是能被管出来的吗 掌声有请这一队 有请 男嘉宾赵先生24岁 来自辽宁 是一名职员 女嘉宾小安22岁 来自辽宁 也是一名职员 来 有请 有请两位有请 欢迎两位 对 谈了一年多恋爱了 对 你追的她 对 怎么认识她 就是朋友嘛 聚会 吃饭的时候就看见她了 那个时候觉得她就是 特别温柔懂事 而且长的时候喜欢的类型 然后我就追她了 重点是长的是你的类型吧 也不是 也不是 你吃个饭你咋看出来 那温柔了呢 你跟我说说 说话了 说话就能知道温柔了 就一看就喜欢了是吧 对 追了多久 追了一个月 就追了一个月啊 然后我当时觉得她特别体贴 然后就跟她在一起了 觉得追得累不 还行 追的时候她也就挺好的 挺好的 来 行吧 怎么着 今天是你来投诉啊 对 投诉这小子管你严 对吧 他就是不管管我的社交 不让我交朋友 也管我的穿衣打扮 就是说 有一次我们一起玩游戏嘛 他要先出局了 他就去屋外边待着了 然后我跟我隔壁的男生 我们两个就在谈论这个游戏 然后这时候他从屋外边进来了 然后他就生气了 之后我们走了之后 他一晚上也没给我发微信 也没给我打电话 然后第二天我们见面 也是我主动问的他 我说你怎么了 他在跟我说 你为什么又跟着男生 交头接耳的说话 我说特别不理解 他很生气 他那个说话方式吧 不是说不能交流 就是特别交头接耳 而且还不认识的陌生男性 能一唠唠半个多点 而且还不理我 我觉得我是正常的交往 而且只是玩游戏 我们也没说特别亲密 就是抱在一起说话 就离得比较近 而且当初玩游戏 离得有多近呢 姑娘 就正常两个座位隔着 交头接耳 不是 交头接耳 是怎么个接耳而发 那不是在玩游戏吗 真这样 那不就脸贴脸吗 差不多 又能生气吗 他又正常俗话 我也不能特别 那么说那种方式 而且还不认识陌生男性 捞帮很多点 能不生气吗 没有他说那么夸张 不是脸贴着脸 就那时候玩游戏 我不能特别大声地说话 反正在他的心里 你们俩已经脸贴脸了 对 他就 嘴贴着耳朵 你看 在他的心里 肯定是特别近了对吧 对 好 这件事我们过 当时真相是什么 大家去想 每个人看到的 肯定都不一样 这充气量算是小心眼 不算管你 他删我微信好友 把我初中的同学 只不过就是个男同学 他就给我删掉了 为啥呀 那天嘛 就是怎么呢 就是我看他聊天记录吧 就是他俩落了很长时间 而且呢 有一段就是没有了 就是有一半 那一半没有 他也删了 你是怎么判断有一半 有一半也删了呢 他说话特别突兀的一句话 上段就没有了 就是我们初中的同学 我们是有个群嘛 那个男同学 就通过那个群单独加的我 然后我们两个 就上学的时候比较要好 就多说了两句话 他当时就看到了 就说必须让我把这个男生 给删除掉 删了没 删了 删了你还投诉什么呀 不是 我就觉得 删了说不定你接受啊 我不 你不接受可以不删呢 我不想删 但我不删他就生气 我还不想让他生气 哦 所以你让你自己委屈是吧 对啊 我就觉得他特别小心眼 什么也都管着我 那你不也删微信吗 我什么时候删你微信了 我微信现在没有女的 除了我妈 那你是说为啥没有女 除了我妈没有女性 对 他问得特别好 为什么没有女性 我也不知道啊 他之前有两个微信 他有两个微信 就是认了之前嘛 那个时候可能也写了不同事 就有两个微信 但是他之后那微信 也没上过来就 一直也没上 然后他有一天就在上那个微信 用我的语气 去跟那里边女生聊天 看什么反应 我为什么 他有一个就普通的正常的微信 就是有同事有同学 然后有一个微信 全都是女生 也不是二三十个 是七八十个女生 二十多岁的女生 我都不上了嘛 那我哪知道你上不上啊 那个微信现在还用吗 不用了 这事儿就没上了的 就是 说说怎么管你穿吧 他不让我穿裙子 不让我穿短裤 就特别过分 那你今天不也穿裙子了吗 那不是节目需要的吗 这节目没有过 你就自己想出啊 为什么不让他穿裙子啊 就是吧 我跟他处在阿公街吧 他对回头率比较高 穿了裙子吧 就特别花质 我觉得特别花质招战 我不喜欢 不是 就是不喜欢 你女朋友回头率高 不是挺好吗 我就不喜欢 你不喜欢什么呀 花质招战 就是特别的 我穿裙子就叫花质招战吧 不喜欢 不喜欢你那会儿追他 那个口是心飞的家伙 那不是 那不是两码事啊 就这样子我就说了 我不喜欢穿裙子 他也说行 就后来有一次就是 永远就是都说 答应我不穿裙子了 有时候还会说 也不跟我说 穿穿呗 那我就不喜欢 那可能就我这个 那你咋不说有一回穿裙子 你让我回家还换裤子呢 是 穿裙子没告诉我 穿个特别短的裙子 就是大腿杆 没跟我说 没有那么夸 就有一次我们约会嘛 看电影 就约会看电影 然后我就穿 那天比较热 我就穿了一条裙子 是膝盖上下长度的一条裙子 也不是特别短 然后我就去找他了 然后找他说 他看我穿裙子 我觉得他有点不高兴了 但我特意没有提这件事情 我一路上就在跟他说话 然后他也不理我 然后就马上翻脸跟我说 你马上回家 必须把裙子给我换了 穿裤子出来 是不是这么说的 是啊 你们也没换吗 就买新裤子 你先告诉我 他今天穿的算不算花枝招展 今天还可以 裙子这个长度极限的 我能接受极限的 也就是说 下了这个节目以后 他能穿这么长短的裙子出去了 那也别经常穿 其实这个你也接受不了 对 确实管人穿衣服是吧 你承认是吧 对 接受什么 就是我岳公子 几乎全花他买颗红吧 以后上面的 就是你们俩一个月月光 主要都是这女生买衣服和臭美了 是这意思吧 对 刚才你出一样我说了 我说想买什么买什么 都行 为什么刚开始出对象 想买什么就能买什么呢 那你说 因为现在觉得大家出现挺长想强 结婚了也今天 你说不能老是这样的 一个月工资全没 就那口红出一个买一个 出一个买一个 双十一高属车六位数 我最后也没买呀 真六位数啊 六位数 我最后没有买 我最后没买 可以啊 姑娘 我最后没买 我就买了四位数 这夸张 你这个臭小子 他购物出了六位数啊 要你全买 他购物出了八位数也没事啊 我说他买 买不了啊 反正你不买不就得了吗 看看还不行啊 但是你说就是这么 就他自己买东西 就是有一钱的不买五百的 多买过澳大有 三块的不买五块的 那我为啥买你多少钱 该丢还得丢吗 他之前就是去北京出差 好几千的鞋子 就丢在北顶了 谁啊 他 那我不拉北京了吗 你是拉了吗 你就是丢了吗 怎么会把鞋丢了呢 我特好奇 这件上就是皮鞋 工作穿的嘛 还有就是休闲鞋 除处穿的 我那鞋就拉去酒店了 我就忘了 那你也没想着去找呀 那还回去哪啊 多远了 那你就知道丢哪了 你也不回去找 以前特别任性跟以前不一样 你永远会挑我的毛病 以前根本不这样 你不也管着他吗 那我在乎他呀 他根本就不是在乎我 我觉得他都把我当成一个玩具 就是什么 当成玩具 我的天 就是什么都规定我要做什么 就我每天出去 几点出去 我每天起床 我告诉他我起床了 然后我洗漱了 我吃饭了 我要出门了 我几点出去 跟谁出去 我就见到谁了 我就都要跟他报告一样 想结婚吗 想 想过 谁想 我想过 你想过 嗯 现在还想过 现在再说吧 为啥再说了呢 他今天这样 你就说咱俩怎么结婚呢 他一而不该 就是包括就是钱 我说就是不是说钱不让花 咱钱花都行 别把钱花在麦克风把椅子上面 有这个钱 那我当初跟你宰一起的时候 你是不是跟我说 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 那你就不懂事 那我当初跟你宰一起 你怎么不说 我不懂事啊 不好意思 我问一下 哎 你一个月挣多少钱 一万多点吧 他挣多少钱 四五千 那你一个月要花多少钱 一两万 那你不是透支吗 我还给你家里要 就我这空中钱 咱俩买了口红了 还给你家里要三块费 所以不想了是吧 我说了不是不行 就是这个钱呢可以花 但是咱把钱花也 比如说旅游上那边的 或者吃喝喝玩啥都行 你不能把一个月钱 全搭到一部口红上面的 没意思我觉得 那你说谁都会累的 对不对 就因为这个 对啊 所以要分手 他一直不敢要怎么结婚呢 女生想跟他结婚吗 不想 对 为啥 那他也不想跟我结婚 他也不想跟你结婚 那你们俩今天为什么来呢 我很好奇 就是他其实对我也挺好的 就是我俩刚开始在一起的时候 就是那年那是冬天嘛 我跟他说我想吃火锅 他刚到北京 就是从家刚到北京 然后我说我想吃火锅了 然后他就说那就吃呗 我就没有想到他真的从北京 就待了不到一个小时 又坐高铁回到我家 就为了陪我吃火锅 然后吃完火锅 马上就又走了 我觉得就我说的话 他也挺当真 放在心这样的 前面你可是说 因为他管你 所以你才来这节目呢 对吧 嗯 我就是我希望他可以信任我一点 嗯 就不要什么都不信我 那你认为你们俩的感情走到这一步 是因为他乱花钱呀 还是别的呀 不是说不让他花钱 觉得 不让他花就不让他花 你可以说 没事 没有没有 就是现在他跟我要钱 就是我工作都在他那 我说花 我没有说不让他买 只是说就希望 让他知道自己这个行为是不对的 他没认识你之前他花这么多吗 那我不知道 就是也花的 哪来的这么多呢 我就刷信用卡嘛 那你刷你这不对呀 你怎么还呢 就是还最低的那种 你认识他之前 你欠了多少钱 你欠银行 五六万吧 就一直花钱这么大手大脚是吗 你追他的时候 你知道他是这样的女生吗 是 我也知道 我觉得我能改变他 女生你告诉我 是不是你们俩都月光 对 一分都不剩 对 还需要他父母补贴 对 每个月都这样 对 你们俩的钱谁管 我 那你没觉得你的管钱 是有问题的吗 但我不是光给我自己买东西 我也给他买 然后我觉得我俩现在还小 就没有必要攒钱 就想买什么就买什么就好了 好 好 所以这是男生最受不了的是吗 除了这方面 就是俩俩生活在一起 做饭啦什么的 都是我饭 他只为泡方便面 都是我来照顾他 我一天工作小友回家挺累的时候 他也不知道去体贴我 那你怎么不说一开始 我跟你在一起的时候 你就跟我说了 以后你什么都不用做 饭我来做 递我来扫 然后你现在又嫌弃我 我没有嫌弃你 我也没有能改变你 因为你能去 试着去学 没想到你一点 你什么都不学 那你怎么不找一个 学好的就可以了 重话你们说吧 来 一起进入丘比特问卷 我觉得男人给女人 花钱还是不花钱 不重要 关键是你们两个人 都认可一种相处方式最重要 她其实很多生活方式 并不是你要的 而且你那种所谓的爱 我听起来根本不是爱情 人家一个女孩子 穿个裙子怎么了 还不让 非得穿裤子 这是爱吗 这只是占有 这种爱是让人窒息的 爱情是需要阳光的 在男孩这里 其实我看不到 但是听来听去 听到姑娘这儿 我更压抑了 漂亮女孩我爱美 没有问题 我以前没有男朋友 我挣多少钱 我都花了 没有问题 我还年轻 但是你们在一起 这么长时间了 也要考虑将来的 婚姻的问题 成家的事情 你的方式 你想想对吗 一个月挣四五千 买衣服就要一两万 这是一个过日子的人吗 而且你们所谓的爱情 根本不是你们俩 在谈恋爱 你们是完全依赖 在别人身上 钱不够了就跟父母要 这算什么爱情 所以姑娘 其实相信很多人 听都在说 这个女孩子真的 不适合结婚 没有要持家过日子的状态 我们可以说自己 娇滴滴的小公主 但是小公主也要长大呀 难道你将来 不要面临成家 生孩子 照顾老人吗 就这样花下去 谁会娶你 而且我觉得你们的爱情 似乎都没有到什么 像小伙子说 要结婚的这个地步 你们不过是过家家呀 不要彼此消耗自己 回家想想清楚 自己要的生活 和人生是什么 再来好好的进入 所谓真正的恋爱 和结婚的状态 好不好 谢谢 好 谢谢袁老师 来 余老师 我先说一下 我下面要说的关键词 两个字 负责 爱情本应该就要 彼此负责 但是你们的负责 在我看起来 是有些畸形的 物语类聚 人与群分 在追求的时候 这边就打着 女人就可以花钱 但是接着往下听 你不断地用占有的方式 来去约束管理她 包括裙子 穿的短 你觉得不认同 那无外乎是像我们 让男士 在多看他脸眼的时候 和他稍微有点剧烈的时候 让你觉得嫉妒 他有可能会随时飞掉 那你当初的那种投资 也不过是诱饵 当你不断去占有他的时候 你会声称 我是爱他的 我要为他负责 饭不需要你做 家务不需要你打扫 终有一天发现 你过度负责 你无法担当了 你用这样一个花钱的方式 和过度负责的方式 来弥补你那颗不够自信的心 但是你其实何尝不是在透支你自己呢 不该你得到的东西你得到了 自然你会有坚持不下来的那个时候 今天这个关键点就出来了 如果聚下去我估计还会很难 女方呢 当时在恋爱的时候就相信了她所说的话 听起来很美好 但是如果说因为花钱和不让你干任何事情 那我都觉得你为真的感情贡献了什么呢 付出了什么呢 除了真身 在她眼中当中的漂亮和美貌之外 你还有什么价值呢 我觉得不是一个简单消费的问题 而是你这种价值观逻辑是要出问题的 以后你跟谁在一块生活 都得要负责你所有的一切 是负责不了的 所以你今天的眼泪是为什么哭呢 两个人要为你们的错误逻辑买单 要不然你们后面还会有更多的负责 一个让整个世界负责 一个代表整个世界救世主来为你负责 最后两个人谁都坚持不下来了 所以我的观点很明确 都不要为谁负责了 今天最好分开 好 谢谢 谢谢余老师 来 图老师 我觉得任何一个想把男人的最后一个铜板 都掏尽的女人一点都不可爱 男人爱你就应该给你钱花 那你对爱情的要求不高啊 你对爱情的要求不是真情实义 是要为我花钱 有你这么花钱的吗 一个月挣六千 欠五六万的贷款 然后让这个男人帮你还清 还不知悔改 每个月还要透支 我想真正说聪明的女人 是要耗尽一个男人的真情实义 而不是要耗尽他的每一个铜板 所以我觉得你 大概在这段感情生活当中 是没有太高要求的 只要满足你的消费欲就可以了 那我想告诉你 如果一个男人不愿意为你花钱 他一定不爱你 但是一个男人愿意为你花钱 也不一定爱你 自爱一点 不要把自己跟金钱花上等号 你即便是把自己的每一个铜板都掏空 也没关系 是你挣的 但是你还向父母去要钱 你又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 即便是大富大贵之家 也要盘算着过日子 但另外一方面 我又想跟你说 你不允许他出去穿得太短 不允许别人经常看他 你怕什么 你怕他跑了是吧 没有 你觉得他漂亮 还可以啊 你觉得他美吗 他行吗 如果你要是真的觉得他美的话 你不会想着去占有他 一旦你产生你想要占有他的美的想法的时候 他的美已经不存在了 你能够霸占起来的美那都是雍之俗粉 真正的美它是自愿地停留在你身边 而不是你可以霸占的 说白了你自己 像于老师所说的不够自信吧 你们俩之间呢 如果要继续这样下去 我所担心的不是你们俩 我所担心的是你那爸妈 所以说如果但凡你们自己还有一点自知失明 还有一点想要过长久日子的心 我劝你们俩之间还是分了 男人去找一个自己能养得起的女人 女人到目前为止还得想想自己 到底应该一个什么样的形式去生存 一个真正懂得心疼男人的女人那才教你 你们俩趁早拉倒 别彼此破坏就这样 可能这个我是属于那个上了岁数的人 我是觉得现在的女生穿的确实太短了一些 稍微的可以 我没有听她说话 她的做法也不对 我只是想让男生明白这个道理 女生其实也要明白这个道理 在这个道理的背后 其实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在这样一个社会里面 独立的女性是什么样的 我们一直讲究男女平等 什么样叫男女平等 这个问题供你们参考 男生你要特别记住这个女生说的话 我希望在你以后的情感世界里面 不要再给一个女性这样的感受 她把我当一个玩具 她说的 为什么她会觉得这样 钱买不来婚姻 余老师说你说的特别对 就是不自信 女生啊要改哦 就过去那样花钱不行 一定要改 生活要变化 行了你们俩的日子 你们俩自己定 愿意在一起就好好地过 不愿意在一起 觉得我改不了 就不要耽误彼此 好不好 一起进入那几天喝谷方红糖 真情60秒 就我现在还是想跟你在一起的 但是如果说 你要是一直这样的话 一直改不了的话 那我真就不知道怎么办了 因为我觉得 对你要去也不高 其实如果你想跟我在一起的话 你就改一下 如果你要改不了的话 那就再说吧 我以后可以改 但我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一点 就是相信我一点 就不要什么都猜疑我 我知道我不应该那么花钱了 我一切你没跟我说过 你想跟我结婚 我以为你管着我 我以为你管着我 不然我花钱就是变了 就是从你刚开始的程度 就不一样了 然后你以前没跟我说 你想跟我结婚 我以后不那么花钱了 回去吧两位 回去吧两位 来 请关门 这对年轻的朋友最后会怎样选择呢 那几天喝古方红糖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糖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看看他们自己的选择吧 请开门 我不能 我不能花钱了 我不能 饿死我 我给你谢谢你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有请吧 自己的女王 来 见证属于她们的浪漫吧 各位请见证 以后我 会为你改一点 我会想 对你多点相信 不那么管你了 我以为 我希望你能为我改变一点 我们俩一起好好的 今天来会挺好的 别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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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愿意 把我放进 让他心一辈子不可离 哪有号到我 不想确定日期 哪有号到我 哪场幸福距离 哪天满回忆 来 亮灯吧 要长大 今天即使全世界都不看好你们 只要你们愿意成长 你们愿意奔自己的幸福 踏踏实实地过日子 你们就会幸福 回去吧 好好过日子 请回 我还是想说两句 我们可能站在道德的角度 是说这个事情 前是什么 人生是什么 就他们我就害怕是不懂 他们应该摔一摔跟头 生活的一些历练和挫折 可能让他们去慢慢地懂 什么是规律 所以我们坐在这里 说的也未必都对 但是可能说 站在他们20年之后 40岁左右的这个年龄 来预测 时代在变 但是人生规律是不变的 这可能是一种借鉴的 所以还有一部分 他真的不明白 金钱的含义是什么 那样消费 对于一个年轻的女性 到底意味着什么 对于她未来的生活 有什么样的影响 大家不会去想那个东西 最后要说的是 如果她们能改变 希望她们获得 自己想要的幸福 来一起进入 伊贝斯爱情保鲜 来自万事达爱宝专区的网友 向图老师提问说 我和男朋友本来 今年打算结婚 可是他父母到现在 还没有去我家 他的意思是 刚买完房没钱 要等一等 我家人本来就很反对我们俩 觉得嫁过去很受苦 现在家人那边 给我介绍了一个相亲对象 我家人逼着我和我男朋友分手 我真的感觉好累 压力很大 我该怎么办呢 所有类似的问题 我都想说 婚前任何的阻力 都可能成为婚后的压力 如果婚前连这点事 你们也处理不了 这个婚姻结了 也不可能幸福 所有的问题 要两个人共同来承担 如果你是剃头担子 一头热的话 趁此机会 好好地冷静冷静 我们的节目是由 保湿护护力仙品牌 要保湿伊贝斯 伊贝斯防晒双冠名播出的 如果你想参与我们的节目 可以关注伊贝斯的官方微信 或者到伊贝斯的线下销售网点 进行报名 那几天和古方红堂 感谢首席战略合作商 古方红堂 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 爱情保卫战友 海伦凯特眼镜 大力支持 感谢你的收看和陪伴 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大家